大家好, 新的一年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心愿呢? 在你的猴年大吉里面 有没有包括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呢? 的确, 健康就像你的财富一样 要好好地打你 否则到有一天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很可能已经太迟了 所以这个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要身体健康 有什么养生制度 不如我们就农历新年这段时间讲起吧 这段期间天气更冬 湿度比较重 很可能会幻想感冒 不信? 我们听听中医师怎么说 感冒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生 但是冬季和春季就会较为多见 而这个季节 亦都是流感较多出现的季节 因为冬季和春季交替的时候 它的气温变化是会比较大的 当我们的人体未能够适应外界的气温变化 就会容易出现感冒 中医认为 四季都各有所主的气领 例如春天是风气所主领 冬天是寒气所主领 而风为百病之掌 寒气就最容易伤人体在外边的阳气 所以风和寒邪兼夹侵集人体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发病了 而这个季节主要是以风寒形的感冒为主见 症状上我们会看到是比较怕冻明显 可以有周身关节痛 鼻塞 流清鼻水 喉咙痕 咳 晚上咳是会比较厉害的 痰是会清的 稀的 白的 口不干 或者口干想喝热饮等等 而另外因为春天经常都落起毛毛细雨 湿气都会比较重 亦都可以出现这个风寒夹湿型的感冒 症状上除了之前提到的之外 还会见到这个头重 身重 口干但是不想喝水等 大便便会比较稀和黏的 另外我们在过时过节 是会容易过度饮食 过度进食这个甜的和肥理的食物 尤其是小朋友 因为经常都是皮肠不足的 更加容易引起这个食跡 令这个感冒反反覆覆 很难康復 但是感冒其实都可以预防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以下这个姜汤方 它有疏风散寒 温中暖胃的功效 而另一个就是子酥叶姜茶 同样它都会具有疏风散寒的功效 如果有耐热的人士 可以加这个菊花或者薄荷叶 中医有静气内存 邪不可干的说法 所以除了食疗之外 最好预防感冒的方法 当然就是要注意休息 饮食要接济 要避风寒 要心情舒畅等等 姜汤方也挺方便 大家可以在新年放假期间 冲定一壶饮 讲到新年放假 其实都有很多不好处 就是运动量很可能 都会比平时少 又吃得多东西 说不定 还会因为这样 胖几磅 所以呢 我们用来陈桂枝师傅 教大家简单的六字缺 温动量不算大 但就有伸展的作用 六字缺是健身气功的其中一种 今次用来示范这六个音 龍樹河 呼呼嘘 嘴飞 松静站立 开脚与肩同寬 我们预备起息 起息、抱气 我们预准备下一个试的开始 第一试是个 书音 舒是牙音,五行熟目,对应肛 两手拆开,然后右手向左边伸出 口吐舒音 双眼放大,目的是令肛经更加运作 好点,去中间之后,同样左手向右边伸出 第二色,是摄音,五行熟火,对应心的 多数是对心脏,可以降火 伸出两手,抱着微微 向上,发出那个口吐音 微吞,接着我们预备第三色 呼音,呼是喉音,五行熟土,对应肛的 第四色,是舒音,是牙齿的音 五行熟金,对应肺 两掌,接着微微推出 下一色,是吹音,吹音是唇音,五行熟水,对应肺 两手摸? 双手蒙,摇音,吹手抱起 吐渡的时间吹 最后一式是 诗音 两手向上打开 接着合起 慢慢垂落 缓缓蹲下 发出诗音 好, 我们这一式全部都做完了 收拾 两手抱于丹田位 顺时针一下 逆时针一下 随随放手 收脚 时间每人一天24小时 如何分配?很在乎我们自己 简单一套六字缺 无论如何忙, 都要花时间做 健康很贵 很多人只想身体健康 就会趁新年这段时间 多吃一些補养 花胶、汤、炖冬菇 其实有用吗? 你别看着我 不如你也听听中医师怎么说 中医是讲求辨证论治的 有虚当然可以进步 并无分一定的时领 很多市民都认为 只是冬天才可以进步 但事实上都不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们的人体 其实是跟这个自然界都一样 都是有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床的规律 所以当冬天曼蜜都潜藏的时候 当然是这个保慎田征的好时机 至于去到春天 曼蜜开始生长 人体的阳气是会升发 气血都会趋于体表 跟我们的肝气所相应 因此在这个春天的季节 应该是注重肝的调养为主 肝的味其实属酸 所以所有带有酸味 或者本身都入肝的食物 都有一定的补肝功效 例如如枸杞子、猪肝、鸡肉 而另外薑、葱、韭菜等的食物 就可以疏离肝气 有助肝气的舒展 另外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食了就会有保神、养肝血 疏离肝气的功效 至于一些肝火旺盛的人 可以用菊花、权明纸 去浸泡代茶饮 有清肝明目的功效 而中医也有一些所谓 肝木、黑皮的说法 当肝气太旺盛的时候 是会影响皮胃的消化功能 所以它预先去补肥胃 其实是很重要的 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一些甘味的食物 大多数都有健脾的功效 例如好像淮山、大造等等 当然 实际上 如果真的是不是需要进补 或者怎样去补 都要考虑个别人士的体质而定 例如 如果一个人 他经常性都要熬夜 他的肝血不足、阴虚火黄 在这个时候 他更盲目进补的话 其实是会有害的 所以 应该怎样补 以及何时去补 最好都是请教中医师 中国人过年都是离不开吃 除了不要乱那么进补之外 都要小心食制 没错了 所以中医师提醒大家 一些何年的食品 例如是尖堆、柳角、年糕 容易食制和双皮 可以用炒麦芽、山楂、沉皮剪水� 那就可以消制了 说了这么多新春期间的养生秘诀 给大家听 大家不要听完就算了 最重要是要助言起行 我们祝大家 后年好健康 拜拜